端午节那天老婆接双胞胎儿子放学 半道上接男闺蜜电话 就把俩儿子丢在了路上 让我去接 我扔下正在谈的客户 匆忙赶去接双胞胎儿子 但还是晚了一步 大儿子当场被车撞死 小儿子奄奄一息 在我怀里喊疼 还一直喊着妈妈 救护车还没到 他妈妈也没到小儿子死了 我抱着双胞胎儿子的尸体悲痛欲绝 打电话想找留言算账 一连打了几十遍都没人接 老婆的男闺蜜发了一条朋友圈 每当我需要你 你都会第一时间出现永远爱你 文字后面一连六个红唇表情 配图是老婆和男闺蜜的脑袋 靠在一起 两个人的手放在头顶 拼成一个新形状 我心灰意冷 截图发踏 两个儿子都没有你男闺蜜重要是吗 下葬的那天他才回话 儿子们都七岁了 已经是小男子汉了 但孝贱没我不行 五天后早上明镇局离婚 我给留言 发完这条信息就把手机关机了 我在殡仪馆陪了小龙小虎三天 也哭了三天 眼泪都哭干了第四天 尸体火化 当我抱着骨灰盒回到家的时候 正好看到留言和孝贱在相互喂食 两人的脸上还洋溢着甜蜜的笑容 好像这家不是我的 而是他们两个的 放在以前 我肯定会操起木棍打爆两人的脑袋 但是自从儿子死后 留言在我心中就成了一个陌生人 他跟孝贱爱怎么样怎么样 孝贱看到我后边咀嚼嘴里的食物 便昂着下巴 看着我挑衅的味道十足 我承认他有这个资格 因为我和留言结婚八年 他从来没为我吃过一口东西 甚至连两个儿子也得求他好酒 才会有喂食的待遇 孝贱又昂了昂下巴 夹了一块肉送进留言的嘴边 留言张开红唇咬住了肉 他刚吃完感觉身后有人 看到是我 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你还有脸回来这三天 我给你打了上百个电话 你一个都不接 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他也瞒惯了不管发生什么 都是我的错 但是他永远不会错 你还知道这个家吗 我冷笑了一声 但凡留言心中有一点这个家 他都做不出来 把小龙小虎丢半路上的事 儿子也不会被车撞死 但凡他有一点点心思 在这个家上 也应该知道儿子出事了 如今儿子尸骨未寒 他又带着男闺蜜回家 还亲亲我我 这是一个母亲 一个有夫之妇 做出来的事吗 一想到这些 我的目光更冷了 留言打了个寒战 随即恼羞成怒 少在那阴阳怪气 现在是你夜不归宿 还有你把小龙小虎带哪去了 你还有脸问小龙 小虎在你的心里 你的男闺蜜 不是比他们更重要吗 我又讥讽了一句 小龙小虎才七岁 还没有享受人生的乐趣呢 现在却变成了 骨灰盒里的一盆骨灰 天下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吗 不就是让你去接一次儿子吗 你还没完了 再说了孝贱当时很难受 又没人照顾我去找他 不是应该的吗 留言有些不耐烦的留言的话 刺痛了我 我的脑海里 不由浮现出小龙 被车撞得浑身是血的样子 还有小虎 他躺在我的怀里边吐血 边说爸爸我疼我好 疼我的心宛若在滴血 孝贱动态照片里的样子 哪有半点难受 害死了小龙小虎 留言怎么还有脸在这里 睁着眼睛说瞎话 离婚我一句话 都不想再跟留言多说 什么 留言瞪大眼睛 李絮还是不是男人 就因为这么点事 你真要跟我离婚 孝贱也在一旁拱火 就是你一个男人 怎么心也那么小 盐盐找你当老公 真是白瞎了 我的脸色立马黑了 留言和孝贱是青梅竹马 两人在大学里 还好过一段时间 后来孝贱忙着考验 忽略了留言两人 这才分的手 也就是那个时候 我才跟留言相识相恋 但是留言和孝贱 一直有联系 他说他只把孝贱 当做男闺蜜和哥们 我太傻了 太天真了 后来我和留言结婚 有了孩子 我以为他会收心 没想到他变本加厉 经常跟孝贱两个人 一起出入各种酒会 凌晨两三点才回家 甚至两个人 还去欧洲 东南亚旅游购物 并在朋友圈里面 秀他们在一起的照片 很多人都提醒我 小心被戴绿帽子 为了维护留言的形象 也为了两个孩子 我都跟别人说 他跟孝贱是朋友关系 而且他出去也跟我报备了 就是小龙小虎哭着找妈妈 我也极力帮留言解释 他工作忙 要赚钱给他们买好吃好玩的 事后我跟他说 多回家陪陪小龙小虎 留言却直接倒打一耙 我在外面已经够累了 你怎么连小龙小虎都照顾不了 你配当他们的爸爸吗 每当这个时候 我都会在心里告诉自己 过不了多久 留言就会收心 加上我不想让别人 嘲笑小龙小虎是没有妈妈 或者没有爸爸的孩子 我一直强忍着 结果我的忍让换来的是小龙 小虎两条鲜活的生命 变成了骨灰 还有留言和孝贱的冷嘲热讽 都是这对狗男女 要不是他们小龙小虎 也不会死 我把骨灰放到一边 大步朝他们走了过去 给了他们一人一巴掌 你们都给我滚 有多远滚多远 孝贱跑到留言身边 指着我说李絮 你怎么打人 你看看你把炎炎的脸 都打肿了 我瞪着孝贱 你再指着我 信不信我把你的手指拧断 孝贱吓得忙 把手指收了回去 这时留言把孝贱 护在身后怒视着我 好你的李絮 你动孝贱一下试试 你打我我可以不计较 但你打孝贱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你不是想离婚吗 离就离以后 小龙小虎跟着我 事到如今 他还在护着孝贱 这是留言一贯的做派 我早就应该明白 只怪我醒悟得太晚 害了小龙小虎 你还有脸提小龙小虎 你除了把他们生下来 经过一天 当母亲的责任吗 我嘲讽道 为什么没脸 我这么累死累活 不都是为了小龙小虎吗 不然他们 怎么会一直说想我 留言昂着下巴 把无理取闹 演绎到了极致 你把小龙小虎 带到哪去了 我告诉你 不马上让他们回来 离婚以后 你别想再见他们 我冷笑笑着笑着 眼泪流了出来 要是还有以后 我一辈子不见 小龙小虎都行 可是哪里还有什么以后 我指着骨灰盒 留言你可知道 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你面前的 就是他们的骨灰 留言愣了一下 马上摇了摇头 李旭你说的什么鬼话 小龙小虎三天前 还好好的 我再次打断了他 你也知道 是三天前三天前 要不是你半路扔下他们 他们怎么会被车撞死 是你害死了他们 你不配当他们的妈妈 留言整个人都懵了 笑间转了转眼珠子 从留言身后走了出来 李旭啊 李旭说瞎话之前 也不打下草稿 言言是小龙小虎的亲妈 小龙小虎要是死了 怎么会没人告诉他 你一定是怕言言 跟你争小龙小虎的抚养权 故意拿了两个骨灰盒回来 想忽悠言言 这件事你瞒得过言言 却瞒不过我 留言听他这么一说 脸气得通红 看我的眼神也变得犀利 好你个李旭敢骗我 我这就把骨灰盒摔了 看你怎么骗我 说完他就朝骨灰盒走去 我又给了他一巴掌 从现在起 我不准你碰小龙小虎一下 你又打我 我跟你拼了 留言凶了我一句 随后张牙舞爪 朝我冲了过来 你敢打言言 我也跟你拼了 孝剑也冲了上来 就是这个两个人 害死了小龙小虎 我早就想揍他们了 我一脚踹开了留言 转身扑向孝剑 把他扑到了地上狗娘养的 要不是你小龙小虎 也不会死了 我今天打死你 我左一拳右一拳 往死里打孝剑 反正小龙小虎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 大不了一命抵一命 把死他的 留言从地上爬了起来 冲过来拉我的拳头 我一把甩开孝剑 被我打得惨叫连连忽然 哐当一声 脆响在房子里响起 紧接着我的脑袋一疼 拳头再也砸不下去 孝剑趁机把我掀翻 我在地上滚了两个圈 撞到了沙发才停下来 等我坐起来时 看到房子里粉尘飞舞 地上还有几块碎裂的瓷片 我转头看向骨灰盒 装小龙骨灰的骨灰盒 已经不见了 我的脑袋瞬间炸裂 呼吸都忘了 小龙我的儿子 小龙已经死得够惨了 留言你还要扬他的骨灰 你是人吗 我连帮爬起来 跳起来去抓空中的骨灰 可是效果几近于无 我只能蹲下身来 把地上的骨灰收起来 小龙已经死了 我不能让他 连一点骨灰都留不下来 李旭我怎么没发现 你演戏这么厉害 你不去当演员 可惜了孝剑冷嘲了我一句 又端起装小虎骨灰的骨灰盒 放在与他胸口齐平的高度 随后双手一撤骨灰盒 自由落下哐当 骨灰盒四分五裂 小虎的骨灰散落了一地 些许骨灰还飘散到了空中 我的脑袋又炸了 整个人多蒙了 这时孝剑一脚踩在骨灰上 李旭你的眼计太差了 我杀了你 我的眼睛瞬间变得通红站起来 就朝孝剑冲了过去 此时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杀了孝剑 孝剑被我的样子 吓到了连连后退 我还没冲到孝剑面前 一旁的刘盐突然给了我一巴掌 李旭你有完没完弄两堆 不知道哪来的香灰 说是小龙小虎的骨灰 你就那么巴不得小龙小虎死吗 刚说完他的电话响了 刘盐狠狠瞪了我一眼走过去 拿起手机 看到是他妈打来的电话 妈什么事 刚说完他妈就大骂 刘盐你眼里还有没有我和你爸 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告诉我们 刘盐莫名巧妙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还跟我装小龙小虎 三天前被车撞死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刘盐的脸瞬间变得煞白 眼睛也瞪得老大 手机从他手上滑落 摔了个四分五裂 李旭小龙和小虎出车祸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刘盐有点崩溃 不告诉你 我冷笑了一声咆哮到 我打了你几十个电话 你接过一个吗 要不是你把小龙和小虎 扔在半道上 他们怎么会被车撞死 你知不知道 当时小虎躺在我的怀里 一直喊要妈妈 你当时在干什么 你在跟孝贱亲亲我我 是你害死了儿子 是你让小虎死不瞑目 小虎临死前还要找刘盐 无非是想最后感受一下母爱 可刘盐却跟孝贱在一起 连电话都不接 小虎当时该多么绝望 刘盐瘫软坐了下去 脸色更白了几分 步步不是那样的 当时我的手机调禁音了 没听到电话响 不然我一定会接电话的 没听到电话响 这得是脸皮有多厚 才能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 刘盐是他们公司的业务部总监 能坐到这个位置的人 怎么可能大白天把手机调禁音 况且我从孝贱朋友圈的 那张照片上看到 刘盐的手机就放在他旁边 就算手机调了禁音 手机也会亮屏 他就看不到 算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脱下衣服趴在地上 一捧一捧把骨灰放在衣服上 小龙和小虎的骨灰混合到了一起 已经分不清哪些骨灰是谁的 哪些不是 他们打娘胎里 就在一起死的时候也在一起 如今死后他们还在一起 这样也好 也许这预示着 他们下辈子还要做兄弟 如果真是这样 我希望他们下辈子 不要再遇到一个像刘盐这样的母亲 刘盐爬了过来 老公我来帮你老公 结婚这么多年 除了洞房那晚 这是刘盐第一次这么喊我 曾经我是多么渴望他那么喊我 如今听到这两个字 我感到恶心 在他的手没碰到骨灰之前 我用力推开了他 滚这是我儿子 你不准碰他们 李旭你这样就过分了 言言怎么说 也是小龙小虎的亲妈 孝贱为刘盐打抱不平 我眼神一斜 恶狠狠地看着孝贱 你最好马上离开我家 不然我不保证我下一秒 还能控制自己 你你你想干什么 孝贱哆嗦了一下 我哼了一声 没有再理会他 继续收集小龙和小虎的骨灰 孝贱这里没你的事 你先回去吧 刘盐宛若浑身被抽空了力气 孝贱眼中闪过一丝不满 还是点了点头 好吧我先走了 孝贱走后 刘盐好几次要帮我收集骨灰 都被我推开了 收集完骨灰 我找了一个空的密码箱 要走吗不要走好不好 他的语气中带上了点哭腔 这还是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哭 我瞟了刘盐一眼 我不走怎么给你和孝贱疼地方 刘盐冲过来一把抱住了我 哭到老公对不起我以前伤害了你 但是我跟孝贱真的只是朋友 没有任何超越友谊的关系 你相信我相信 我就是太相信他了 才会让他一次又一次践踏我的信任 以至于他后来为了孝贱 能不要老公不要儿子 如果当初我能够强硬一点 也许小龙和小虎现在不会死 我恨刘盐 更恨我自己 我还是觉得你跟孝贱最合适 这是我的心里话 他们两个关系们好 不做夫妻 可惜了 刘盐直摇头 不老公 我们才是最合适的 我一直都很爱你 你也一直爱我 不是吗 我知道小龙 小虎死了 你很难受 我也难受 我们还年轻 可以再生两个 不 你想生几个 我就给你生几个 你原谅我 好不好 说着 他捧着我的脸 就要亲我 我测了一下脸 没有让他得逞 刘盐 从小龙 小虎死的那一刻起 我们之间就完了说完 我拉起密码箱 就朝门口走去 刘盐扑在了密码箱上 死死抱住密码箱 不让我走 老公 你不要走 我保证以后不见孝贱 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话刚说完 我的手机忽然响了 我掏出手机一看 是孝贱打来的 我瞟了刘盐一眼 打开了外音 什么事 我的语气很冲 李旭 你快让严严接一下电话 我找他有事 孝贱语速很快 听得出来他有些急 没等我说话 刘盐一把抢过我的手机 孝贱 发生什么事了 炎炎 你快过来 我被人打了 哎哟 孝贱宛若盼到了亲人 带着哭腔道 好 我马上过去 刘盐挂断电话 就朝门口冲去 刚到门口 他又停了下来 转过身对我说 老公 你先在家等我一下 我处理完孝贱的事 马上回来 这是最后一次 你相信我 说完 他就走了 我被气笑了 前一秒还说 以后永远不见孝贱 转眼 孝贱一个电话 他就急得跟火上房一样 匆忙跑出去找他 呵 这就是刘盐 我忽然想到了小龙 小虎 那天 刘盐就是这样 被孝贱叫过去的吧 我在他们的房间里 又待了一回 就离开了 当天下午 通过中介 我快速在一个游乐场附近 租了一套房子 房子的阳台 正对游乐场 我经常带小龙 小虎在那个游乐场玩 里面有我们很多回忆 只有靠近这个游乐场 我才觉得他们没有走远 我站在阳台上 抱着小龙 小虎的骨灰 看着游乐场 一边看 一边回忆我和他们在游乐场的点点滴滴 爸爸 这里太好玩了 要是我们家能住在游乐场附近就好了 小龙天真道 我疑惑了一声 为什么 那样 我们就可以想什么时候来游乐场玩 就什么时候来了 小龙歪着脑袋说 爸爸 我们搬到这里来住吧 小虎拉着我手 眼中满是期望看着我 我笑了笑 跟他们许诺 只要你们听话 我们明年就搬到这里来住 好不好 小龙 小虎听我这么说 立马欢呼起来 好 我和小虎一定听爸爸的话 太好了 爸爸 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小龙 小虎 你们看到了吗 我们现在住到游乐场附近了 从这里 我们还能看到游乐场吗 我埋怨自己 为什么不早点搬到这里来 这样小龙 小虎在世上享受的快乐也能多一些 可是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就这么站在阳台上 一直到天黑 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从发带中惊醒 我掏出手机 是岳父打来的 我想了想 还是接了 爸 我刚喊出一个字 就被岳父打断了 李旭 你跟妍妍去哪了 怎么大晚上都不在家 听到这话 我才知道刘延没有回家 他又跟孝贱待了一下午 呵 这就是他说的马上回去 不过 我的心很平静 没有半点波澜 反正 我已经决定跟他离婚 他愿意跟谁在一起 就跟谁在一起 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都无所谓了 爸 我已经决定跟刘延离婚 今天我从家里搬出来了 我深呼了一口气 说出了事情 话刚说完 岳父的骂声就传了过来 李旭 你是不是要翻天 我女儿都没说离婚 你要离婚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接着 岳母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你个小畜生 当初你是怎么求我们把炎炎嫁给你的 你吃饱硬了是不是 你告诉我 现在你在哪里 看我 我早就料到他们会是这种反应 没等岳母说完 我直接挂了电话 岳父 岳母又相继给我打了36个电话 都被我问掉了 当初 我事业不稳定 岳父 岳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和刘炎在一起 看我们态度坚决 他们才松口 但他们要我在他们家门口跪三天 那个时候 我心里填满了刘炎 就答应了 和刘炎结婚之后 他们对我还是各种嫌弃 平时也没有一句好话 哪怕我当上了公司主管 他们依旧看不上我 说我高攀了他们刘家 要不是娶了刘炎 我一辈子都是个社会底层 他们甚至还要小龙 小虎改姓刘 我死活没松口 这件事才作罢 第二天一早 我去墓园安葬小龙 小虎 岳父 岳母又打来电话 我还是没接 安葬完小龙 小虎 我来到了游乐场 在游乐场一坐就是一天 期间 刘炎给我打了五十个电话 我没接 也没按掉 前几天 我抱着小虎的尸体 给他打电话 他也是这么干的 刘炎做了初一 我不过是做十五罢了 天黑之后 我回到租的地方 一出电梯 我就看到刘炎双手抱着膝盖 坐在我租的房子门口 岳父 岳母也来了 正靠在墙边 他们一看到我 立马冲上来大骂 你个小王八蛋 给你打那么多电话 你一个都不接 是不是想造反 害死了我们的外孙 就想躲 一个小畜生 还我外孙命来 他们怎么骂我 我都能忍受 但他们说我害死了小龙 小虎 这是我万万不能容忍的 要不是你们女儿 把小龙 小虎扔在半路上 他们怎么会被车撞死 杀人凶手 是你们的女儿 不是我 我指着留言反驳 放屁 岳父怒道 平时都是你接送小龙 小虎放学 那天你为什么不去接 要是你去接 怎么会发生那种事 说 你是不是故意的 你休想把脏水 往岩岩身上泼 你才是杀人凶手 岳母声援岳父 我整个人都炸裂了 世上怎么会这样的人 颠倒黑白 信手拈来 随后 我看向留言 这是你跟他们说的 不是的 老公 我没说过那样的话 留言哭着向我扑过来 神情可怜兮兮 岳母一把拉住了留言 岩岩 她都想跟你离婚了 你还上杆子干什么 说到这 她又回过头来冲我胸道 我告诉你想要离婚可以 你必须净身出户 我笑了 颠倒黑白了那么多 这才是他们今天的真正目的吧 我一年的工资有两百多万 这些年下来 我个人的存款有五百多万 我和留言名下 还有一套共同的房子 价值一千八百万 什么还她外孙命 全是假的 小龙 小虎都死了 还要被她利用 就冲这一点 我不会再退让 不是我的 我一分不要 是我的 谁也别想拿走 小畜生 我们说的是净身出户 你听不懂吗 岳父指着我骂 今天 你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今天你说破大天 我也不会答应我眼睛充血 直视岳父 岳父气急 一巴掌就扇了过来 这时 留言挣脱岳母的束缚 冲过来抓住了岳父的手 爸 这是我跟李旭两个人的事 不用你们管了 你们走吧 颜言 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这是在帮你 岳父埋怨到 留言把头发摇得很乱 我不要你们帮 求你们了 你们快走吧 你们要是不走 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岳父和岳母 被他的话吓到了 连忙说让他不要冲动 他们马上就走 二人走后 留言扑上来 抱住了我哀求道 老公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 不要跟我离婚 我发誓 以后一定做个好妻子 我已经不相信他的话了 你还是去给孝贱 做好妻子吧 留言恼羞成怒 你为什么就不肯 再相信我一次 我跟孝贱 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不想跟他争辩 明天早上九点 带上证件 我们去民政局 办理离婚手续 我不离婚 留言认真道 这由不得你 我手上有你跟孝贱爱魅的照片 可以证明你对婚姻不忠诚 上了法庭 法官一定会判决我们离婚 我语气强硬道 留言沉默了一会 又说 我可以找好的律师 把这个案子拖两三年 在这两三年内 我会想办法让你回心转意 我大笑了一声 曾几何时 我用尽办法 想拉留言回归家庭 现在他又想让我回心转意 真是天道好轮回 这个婚 我离定了 抛下这句话 我都没开 四日 我打开门 没有看到留言 我就准备去找律师 直接跟他打离婚官司 下了楼 我遇到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我见过 名叫方静 是留言公司的 跟她还是对手 方静静止朝我走来 我就知道她是冲我来的 方小姐 你来找我 我明知顾问 方静点了点头 李先生 你的事我都听说了 节哀 我感谢了他一句 方小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 方静掏出一支录音笔 递给我 这是我昨天恰好录到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录音笔交给我之后 方静就走了 我莫名其妙 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点开了录音笔 孝贱 我已经宽限了你半个月 今天你再不还钱 我就把你一只手多下来 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可以肯定 这个男人我不认识 但是 我有些意外 孝贱既然欠别人钱 听这个男人的意思 欠的时间还不断 龙哥 不要 你再宽限我十天 我一定把钱还给你 这是孝贱的声音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 当我第一天出来混 叫龙哥的男人刚说完 就是砰的一声 像是玻璃瓶炸裂的声音 以及孝贱的惨叫声 孝贱挨打了 我心想这小子活该 把他的手放上来 摁住他 不要让他动 又是那个龙哥的声音 龙哥 别别别 这次是真的 你相信我 再给我十天时间 我多还你五十万 孝贱慌忙大叫 叫龙哥的男子听进去了 小子 给我说说 你怎么多还我五十万 龙哥 我认识一个很有钱的女人 这个女人恋爱脑 已经被我迷住了 只要他跟他老公离婚 我就有把握让他跟我结婚 到时你的两百万是小问题 这是孝贱说的话 不用说 他嘴里那个有钱的女人 肯定是刘炎 真是可笑 刘炎把孝贱掏心掏废 连家都不要 还害死了儿子 结果 孝贱从头到尾 都是惦记他的钱 我继续听下去 就听到那个龙哥说 孝贱 你在耍我 就算那个女人愿意离婚 他老公也愿意嘛 孝贱嘿嘿笑了笑 龙哥 我用了点手段 他老公今天 已经主动提出要离婚了 只是那个女人犹豫不决 不过龙哥放心 我有把握让那个女人 在三天之内同意离婚 用了点手段 我皱起了眉头 孝贱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的手段又是什么 我提出离婚 是小龙和小虎的事 跟他有什么关系 真的假的 你小子这么有把握 龙哥没有完全相信孝贱 龙哥 我就跟你说实话 为了让他们离婚 我暗中请人 把他们的双胞胎儿子撞死了 听到这 我搜得一下站了起来 什么 小龙 小虎是孝贱请人撞死的 这么说来 当天是他故意叫走流言 好给那个司机创造机会了 我咬牙切齿 浑身颤抖 眼睛也变得通红 孝贱 你个畜生 小龙 小虎才七岁 你也下得去手 我要你给他们偿命 我继续听下去 孝贱说 那个女人的老公 早就对那个女人不满 他们的儿子一死 就跟疯了一样 这回 那个女人不想离婚也没用 嘿嘿嘿 好小子 你够狠 我喜欢 那我就再给你十天时间 龙哥也笑了 后面的话 我已经听不进去了 我在心中怒吼 流言你真是找了个好男闺蜜 想骗你的钱不说 还杀了我们的儿子 既然你那么喜欢 跟孝贱在一起 你为什么不跟我提离婚 小龙 小虎死得太怨了 我必须要为他们报仇 不过 在此之前 我还有件事要做 于是我掏出手机 拨打了流言的电话 流言很快接了 老公 我是不会去民政局的 我也不会 我直接打断了他 半个小时后 新瑞咖啡听见 说完这句话 我就把电话挂了 我前脚到新瑞咖啡厅 流言后脚就来了 孝贱也来了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一看到孝贱 我双拳就握得紧紧的 太阳穴也鼓了起来 孝贱则是昂起了下巴 嘴上带着淡淡的笑 斜视着我 我在心里冷笑 还敢挑衅我 真是不知死活 也好 等我解决完跟流言的事 再找你算账 流言以为 我看到他跟孝贱在一起生气了 慌忙解释 老公 不是你看到的这样 我身体不舒服 孝贱正好去看我 他不放心我 就跟着一起来了 我收回目光 低头看向流言 不用说那么多 今天找你来 我觉得有件事 你应该知道老公 什么事 流言疑惑不解 我没有说话 让他先坐下 然后拿出录音笔 流言更纳闷了 老公 你这是干什么 希望你等一下不会崩溃 我答非所问 说完 我就点开了录音笔 孝贱坐下来 刚听到孝贱两个字 流言就转头看向孝贱 眼中满是疑问 孝贱脸色大变 扑过来就要抢录音笔 这不是我 李旭 你陷害我 我用力推开孝贱 孝贱先后倒了下去 连带椅子都撞飞了 龙哥 多还你五十万 这时 孝贱爬了起来 言言 不要听 那都是假的说着 他又冲了过来 流言站起来 挡住了孝贱 孝贱 你在捣乱 就给我滚 孝贱被他喝住了 录音继续 我有把握 让那个女人 在三天之内同意离婚 流言越听越气愤 浑身都颤抖起来 我没有注意 只是死死盯着孝贱 以防他逃跑 为了让他们离婚 我暗中请人 把他们的双胞胎儿子撞死了 听到这 流言彻底爆发了 小龙 小虎是你害死的 不 不 不是我 录音是假的 言言 你相信我 孝贱哆嗦了起来 我杀了你 流言大叫了一声 又把孝贱推倒了 随后 他坐在孝贱的身上 抓起孝贱的脑袋 就往地上撞 边撞海边说 我们从小一级长大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要钱 我给你就是 你为什么要害小龙 小虎 你这个畜生 我要你给小龙 小虎偿命 我本来想上前弄死孝贱 看到这一幕 我停下了脚步 没一会 孝贱的脑袋就流血了 并且越流越多 流言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一直喊着要孝贱偿命 又过了一会 咖啡厅外响起了警惕声 警察进来的时候 孝贱的后脑上破了一个大洞 死的不能再死了 最后 警察把流言带走了 但他已经疯了 两天后 我去公司辞了职 当天下午就去那个游乐场 应聘当了个保安 我觉得小龙 小虎并没有死 他们就躲在游乐场的哪个角落 我要一辈子守着这个游乐场 等他们主动走出来 喊我爸爸 第一章完 第二章七夕当天 老婆让女儿喊出恋爸爸 七夕当天 我定下豪华餐厅 打算跟老婆坦白 我首付之子的身世 老婆不信我定的七米七零 扬言要抛弃我这个穷鬼 带着女儿和闺蜜一起过节 后来我看到她在餐厅 让女儿喊另一个男人爸爸 当晚 我点燃满城烟花 庆祝我们离婚快乐 老婆 今天七夕我订好了餐厅 你带着明明 晚上我们一家三口一起过吧 就你那点破钱 你能订什么高级餐厅 行了行了 七夕我带着明明出去 和闺蜜过节去 晚上就不回来了 你自己随便吃点吧 对面的女人明显不耐烦 话刚说完 便嘟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看着被挂断了的电话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 我本来打算和老婆周年 坦白我的身世 其实我并不是什么穷小子 而是首富之子 我们家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每个孩子只有在三十岁时 才能认祖归宗 三十岁之前为人处事 必须要低调 在社会上多多磨练 等到三十岁的时候 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 回家继承家业 所以这些年来 在别人眼中 我都是一个穷小子 我的老婆周年 在我一穷二白的时候 愿意嫁给我 还给我生了个女儿 这令我很感动 我发誓我一定会对她好一辈子 并且还让女儿随了她的信 但是周年似乎忘了 今天是我生日 算了算了 她平时带孩子也够累的了 一时忙忘了 也是很正常的 我看了眼左手边 包装精美的盒子里 我为周年定制的一整套 价格不菲的钻石首饰 今天这个惊喜 怕是送不出去了 还是改天吧 丁 我的手机弹出了消息音 我拿起手机点了进去 是我的好兄弟发来的消息 老宗 我没记错 今天不仅是七夕 还是你生日吧 看着好兄弟发来的消息 我有些疑惑 但还是回了巨室啊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后 又发了串文字 老宗 你先别生气哈 我刚好在餐厅兼职 好像看到了你老婆带着女儿 和一个男人在吃饭 我听你女儿还喊他爸 你看这是你老婆吗 随后又发来了一个视频 我点开了视频 视频中周年明显精心打扮了一番 头发特地做了造型 脸上也画着精致的妆 视频里的周年对周明明说道 明明 叫爸爸明明乖巧地喊了声爸爸 那个男人笑着柔了柔皱明明的脑袋 还给他递了个红包 心中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有愤怒也有难过 我认得那个男人 他是我老婆周年的初恋 成俭 当初如果成俭没有出过留学 周年怕是也不会答应我的追求 看着视频里成俭 西装革里的模样 俨然一副社会精英的样子 再对比一下自己 穿着网上一百块不到买来的 白T恤大裤衩 脚上还踩着双人自脱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冷着脸将视频看完后 刚想打车去餐厅找他们 但转念一想 或许有什么误会呢 我发了消息给周年 告诉他我身体不太舒服 我期望着周年看到消息 能够赶回来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我的好兄弟又给我发来了 最新照片 周年带着女儿跟程检证 站在酒店的前台 我看着照片瞬间给气笑了 好啊 真是好得很啊 我叫来了警察 以怀疑我老婆被人绑架了 为由打开了酒店房间的门锁 我进去的时候 周明敏正躺在大床上睡觉 浴室里传来了淋浴声 和嬉笑打闹的声音 我的脸顿时黑入锅底 警察看着我眼神瞬间充满了同情 警察办案 麻烦配合一下 警察敲了敲浴室的门喊道 浴室内的声音戛然而止 随后里面传来了一阵 嬉嬉琐琐琐的声音 浴室门从里面打开了 程检只用浴巾围了下半身 露出了精壮的上半身 警察站在前面将我挡住了 因此他并没有发现我 警察同志 请问是有什么事 程检有些疑惑地问道 浴室里还有个人 怎么不出来 是在做什么不能见人的交易吗 警察向浴室里探了探头 严厉递之问道 怎么会呢 警察同志 我们可都是守法是名 里面那个是我老婆 这不是今天七夕吗 实在忍不住了 他还带着孩子 所以就在浴室里 警察同志 你也是男人 懂得吧 哦 你说里面那个是你老婆 可是我们收到了他老公的举报 说是怀疑有人绑架了他老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他是你老婆 没有你就要跟我们走一趟了 我们怀疑 你绑架了里面的女士 警察拿出了手铐 将承简铐住 周念听到立马慌了 裹着浴巾就跑了出来 警察同志 真的弄错了 他真的是我老公 多时误会看到周念裹着浴巾 裸露在外的肌肤上 还有几个大大小小的红印 我顿时觉得头上一片绿油油 我再也忍不住 站了出来咬牙切齿道 周念 他是你老公那我是谁 周念见到我瞳孔地震 震惊地说道 老公 你怎么在这 周明明也被吵醒了 从床上爬了下来 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道 妈妈 怎么这么吵啊 嗯 爸爸为什么也在这里 妈妈你不是说 以后我都不会看见 这个不给我买冰淇淋的爸爸了吗 周念吓得连忙捂住了周明明的嘴 我顿时觉得遍体生寒 心里堆积着一腔怒火 周念 周明明是我女儿 你凭什么让她叫承简爸爸 我朝周念生气地吼道 周明明连忙抱住周念的腰 转头用稚嫩的语气冲我说道 你吼妈妈干嘛 我本来就不是你亲生的 程叔叔才是我亲爸 你不过就是的接盘侠 此话一出 整个房间瞬间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警察看着我的眼神顿时更加同情了 这种话绝对不可能是周明明一个只有六岁的小孩能说出来的 难道是周念一直都是这么跟周明明说的 难道当初程捡前脚刚出国 周念后脚就答应了我的追求 并且和我闪婚都是为了给肚子里的孩子找个接盘侠 当初我以为周念是被我的真诚所打动 难道其实他只是把我当做了个接盘侠 我顿时觉得脑袋有些嗡嗡的 一时竟有些分不清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 从警察局录毫录出来 我打车带着周念和周明明回家了 一路无话 到家里了之后 周念终于再也忍不住 直接朝我甩了个巴掌 我被打得偏过头去 有些难以置信地望着他 周念脸色难看地冲我吼道 宋安 你有病啊 你报警干什么 你是诚心想让我丢面子是吗 我冷笑道 周念 你自己心里有鬼还反过来怪我 你一直不回我消息 我联系不上你 我担心你和明明遇到了什么危险 我朋友跟我讲 你带着明明和一个男人去开房了 我怕你受欺负了有危险 所以报了警 倒还成我的错了 周念被噎了一下 随后说道 你是不是有妄想症 我就几个小时没联系你 你就要报警 行了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了 离婚吧 再这么跟你待下去 我会疯掉的 我都要被周念这倒打一趴的本事跟气笑了 怎么以前没觉得他这么有本事呢 离婚 怕不是找到了下家 所以已经迫不及待了吧 离婚可以啊 你精神出户被我双手插兜 有些无所谓的说道 周念讽刺的笑道 宋安 你自己不觉得好笑吗 就你那几个破钱 你当谁稀罕啊 当初要不是成俭出国了 我才不会答应你的追求和你在一起呢 就你这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 我看着就嫌弃 周念一脸嫌弃的上下打量了一下我 我知道他从以前觉得我哪里都不如成俭 他时常会拿我和成俭做对比 刚结婚那会儿 他总是会说如果是成俭怎么怎么样 还让我学学成俭 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不离婚呢 好像是因为我总是觉得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吧 我以为只要我一直陪在他身边 他就会看见我的好 慢慢放下成俭 更何况后来我们还有了周明明这个可爱的女儿 我以为我们会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但很显然 他始终忘不掉成俭 他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我的一喜之位 我没有理他 只是侧头看了眼一直没说话的周明明 我走到他面前蹲下身子 耐心的问道 我们明明是想跟着妈妈 还是爸爸 妈妈 我要跟着妈妈 妈妈说了那个新爸爸会给我买冰淇淋吃 周明明绕过我直接扑进了周明的怀里 周明将他抱起冷声道 送安 你没资格带明明走 明明本来就不是你亲生的 当初要不是我有了身孕 你以为我会那么急着跟你结婚 我不过是看你那么甜狗 想必一定是个很好的接盘侠 所以才选的你 接盘侠 接盘侠 周明明在周明怀里 一边笑一边拍着手 心脏已经疼得有些麻木 对于我替秦迪养了六年孩子这件事 我似乎已经没有多么震惊了 周明抱着周明明 满脸嫌弃的看着我 就连周明明那张稚嫩的脸 也带上了嫌弃 和周明如出一辙 我暗自苦笑了一声 拿出破手机 叫司机开着劳斯劳斯过来接我 然后看向周明 好 既然这样便离婚吧 到时你们可别后悔 第二天 周明便和我去民政局办理好了离婚证 周明没有带走一样东西 直接牵着周明明上车走了 我回到家里 看着没有整理冷清的房子 眼前仿佛还是一家三口幸福和谐的模样 我忍不住皱了皱眉 我将房子里属于周明和周明明的东西全都扔了 房子也找人挂牌出售了 我就这么两袖清风的回到了宋家老宅 别墅里我妈正在敷着面膜 上门美甲师正在给她做着美甲 我爸则是在一旁拿着报纸 看着财经新闻 我哥坐在沙发上 腿上放着电脑 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手指正霹雳啪啦的在键盘上飞跃着 一派和谐的景象 但还是举起手故作轻松的嗨了一声 随后一阵叮了光荡的声音 我妈率先跑到我面前 面膜都现了一半 她伸手捧起我的脸左看看右看看 随后有些心疼的说道 我的乖儿子这都受了不少 都怪这宋家有那什么老十字的不到三十 不得暴露身份归家的规定 要不然我的乖儿子怎么会吃那么多苦 我妈一个眼刀扫向了我爸 我爸干咳了一声说道 呵呵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我哥伸手推了推眼镜 调侃道 哟 切盘侠回来了 怎么样 这回认清了那女的真面目了吧 当时你说你要结婚 我们一大家子都劝你 你偏不听 得 白给人家养了六年女儿 当初全家都劝过我 我不听 眼里只有周念 现在想来当初真的跟着了模式的 虽然我知道我哥是好心 但他的嘴真的是有够度的 我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行了 别再挤对你弟弟了 回来了就好 既然小安回来了 该准备一下公布小安身份的事宜了 我妈淡淡的瞥了眼我爸 我爸立马一个例证 中气十足的说道 交给我就行了 我小儿子归家必须得大办特办 到时所有的名流精英都必须到场 绝不委屈了我儿子半分 我妈见状 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我哥站到我身旁 撞了撞我的肩膀 凑到我耳边低声说道 老弟放心 到时哥一定会给你前妻的拼头发琴帖的 到时你在闪亮登场 气不死他们 我们兄弟俩从小时候就喜欢这样作弄别人 哪怕现在已经三十了也依旧还是像以前一样 我和我哥对视了一眼 不悦而同的笑了起来 不得不说 我哥的这个主意绝对是一等一的好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他们那震惊的嘴脸了 我真的很好奇 如果当周念得知他离成为首富儿媳 只差一步之遥的时候 该是什么表情 毕竟他当初会看上成俭 并且这么多年来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不是因为成俭有多好 而是因为在追求他的人当中 成俭是家是最好的一个 同时也是最有钱的一个 成俭确实也算是中产阶级 但比起宋家这种豪门来说 是远远不够看的 公布我身份的当天 我换上了高级私人定制的西装 头发也请了专业团队做了造型 看着镜子里和前段日子不休蝙蝠的自己 相差甚远的模样 我一时尽没有看习惯 等做好造型换好衣服 我要前往宴会厅的时候 我发现我竟然迷路了 是的 我在我自己家迷路了 因为太久没有回家 再加上家里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我迷路了 正当我站在原地 掏出手机 低头思索着如果给我哥打电话 让他来接我 原因是我在自己家里迷路了 他会嘲笑我的几率有多大的时候 突然我感觉腿被撞了一下 不好意思啊 明明快跟叔叔道歉 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我一时竟有些恍惚 我转头便看见了 穿着黑色礼服的周念 左手正牵着周明明 而他身后则是站着 穿着西装的橙简 宋安 你个穷鬼怎么会在这 周念惊讶地看着我 随后皱了皱眉 质问道 我为什么就不能在这 我有些好笑地看着他 真是奇了怪了 我在自己家还要被质问 离婚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周念确实挺令人无语的 在他心中 恐怕我永远都是一副 地理刨石的模样 和这种宴会永远都沾不上边 念念 你前夫为什么在这里 他不会是偷偷混进来的吧 需要我叫保安把他带出去吗 承简伸手揽住了周念的肩膀 毫不客气地说道 语气里没有丝毫的疑问 完全就是一副笃定了 我是偷跑进来的样子 不过妈妈 今天前爸爸还挺好看的 比爸爸还好看周明明摇了摇周念的手 指了指我身上的衣服说道 周念看了我一眼 眼里闪过了一丝惊艳 但很快触及到衣服时 便又面露嫌弃到 他的衣服一看就是地摊货 哪比得过你爸爸的名牌西装 你爸爸一件西装购买 他那西装实践都不止 他除了一张脸也就一无是处了 哇哦 真的吗 爸爸好厉害 周明明一脸崇拜地看着承简 承简挺了挺背 一副优越的样子 果然周念见识还是太短浅 眼里只有所谓的名牌 在他眼中 没有落过的衣服都是地摊货 还承简的西装购买我这个实践 我这西装别说实践了 购买承简那套过期的西装 一百件都不止了 但我只是笑笑没有说话 毕竟就算我说了他们也不会信 只会觉得我是打肿脸充胖子 承简抬手看了眼手表 对周念说道 念念 我们先进去吧 宴会要开始了 今天可是为首服宋家的小儿子归家 特意办的宴席 听说他今年也不过刚刚三十 和我年纪差不多 只不定我能和他谈得来 到时在生意上 也会对我们多多照顾那周念连忙说道 那我们赶紧进去吧 可别耽误了时间 说完他又瞥了眼我 阴阳怪气道 同样都是三十岁 同样都行送 怎么就同人不同命呢 然后便牵着周明明 挽着送简走了 宴会开始 我爸在台上讲着话 我在台下听得昏昏欲睡 我打了个哈欠 突然一杯酒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抬眼便看到了一个 长相精致美艳的女人 她将酒帝给我说道 喝一杯 我摆了白手刚要拒绝 便听到一声冷笑 周念牵着周明明朝我走了过来 她上下打量了一下 给我第九的女人 讽刺道 果然是俩个都不怎么样的货色 难怪能彼此看对眼 我听着周念这么讽刺 第一次见的女人 忍不住皱了皱眉 周念 你有病吧 周念没有理我 只是将头发撩到耳后 转身对女人说道 作为过来人好心提醒你一句 她是偷偷溜进来的 家里穷得叮当响 你如果是抱着 吊金龟絮的态度来找她的 那很遗憾你的美梦没了 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有钱人了 周念没有理解女人的话 刚想开口 突然一束光照到我身上 周围一片寂静 小安 你坐在那里干嘛 上来啊 我爸拿着话筒 在台上冲我招了招手 我感觉有些尴尬的脚趾扣地 最后还是摸摸唧唧地上了台 而此时周念的表情 已经不能用震惊来形容了 他的表情甚至已经有些扭曲了 我爸朝宾客们隆重地介绍了我的身份 并且当场表示 也将旗下的十家公司转到我名下 周念似是经不起 这事实带来的冲击 双眼一番晕死了过去 我哥在一旁摆了摆手 便马上有保安出来 迅速而又安静地 将周念和周明明带了出去 承简则是一脸黑如锅底的 在台下死死地盯着我 眼里有不甘愤恨和不可置信 宴会结束后 我的手机被周念打爆了 我面无表情地 将周念的手机号拉进了黑名单 而我也从我爸口中得知了 那个给我第九的女人 是我幼年时的玩伴 叫做何佳 和我定过娃娃亲 不过后来我结婚了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和何佳在我妈心慰的目光下 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 很显然我妈对何佳非常满意 期间还对我使了不少次眼色 我不禁有些头疼 我一个刚离异的人 怎么能去霍霍别人小姑娘 真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想的 宴会后过了段时间 我便去公司上班了 刚走到公司门口 便被周念堵在门口 她的双眼泛红 眼下一片乌青 她一看见我 便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从前的我最吃她这招 但这并不会让我对她产生同情和怜爱 我不会原谅她所做的事 毕竟没有人愿意平白 给人家养女儿养六年 到头来还被讽刺一句接盘侠 周念拉着我的袖子哀求道 宋安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明明也很想你这个爸爸 我扶开了她的手冷笑道 呵 我不过是一个 不会给她买冰淇淋的接盘侠罢了 她怎么可能会想我 周念愣了一下 但随即整个人扒拉到我身上 委屈道 宋安 和你分开着的时间我才知道 原来我真正爱的人是你 我将她拉开 后退了一步冷声道 怎么 发现原来你爱上了我的钱是吗 周念身子僵了僵 我紧接着说道 承姐让你来的吧 怎么 是想从我这里拿到什么好处是吗 周念的眼神顿时亮望 期待的看着我 但我的心却又量了几分 果然是为了承姐 我就说她怎么可能会突然这样 你告诉她 做她的春秋大梦去吧 我朝周念翻了个白眼 绕过了她进了公司 周念回过神 顿时明白原来自己被耍了 她立刻气愤的想要冲进来 却被门口的两个保安给拉住了 她怒吼道 宋安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你都不告诉我真相 你就是故意不告诉我 好让我提出离婚是吧 想不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我停下了脚步 转身走回了她的跟前 低头看着她沉声道 周念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吗 周念愣了一下 没料到我会突然这样 结结巴巴了半天 也没说出个准确的日期 我叹了口气 说道 七星那天是我的生日 她顿时变了脸色 垂下了眼帘没有看我 我自顾自的说道 那天是我三十岁生日 我本来想在那天 告诉你我的身世 因为我们家族有规定 不到三十岁 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还给你准备了礼物 一整套的钻石首饰 可是那天你没回来 你去见成俭了周念抬起头 神色呆滞的看着我 嘴唇抖锁了半天 却始终没有说出一个字 行了 你和成俭好好过日子吧 以后我们就当陌生人吧 说完我便转头走了 再也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或许是良心发现吧 周念后面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再来反过我 一天夜里 我突然接到了一串陌生的号码 我将号码按掉 但电话又切而不舍地响了起来 我接起了电话 就听到对面周念哽咽的声音 宋安 明明他发高烧了 我没有钱带他看病 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捏了捏眉心 问道 成俭呢 提到成俭 周念的声音更加哽咽了 我跟他打电话 他不接 给他发消息也不回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不可以帮帮我 我叹了口气 要来了他们的住址 将家庭医生派了过去 我没有过去 而是一个人坐在窗前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一个多小时后 家庭医生给我来了电话 告诉我小孩冷饮吃多了 胃溃羊引起的高烧 掉个盐水吃几天药就好了 我应了一声 没再多说什么 周念又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了声谢谢 我轻轻愣了一声 便是很长的沉默 久到我都要以为电话已经挂了 电话那头才传来了周念沙哑的声音 宋安 我真的后悔了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 我不知道成俭做了什么 让周念变成这样 但我并不打算去管他们 当初是他自己选择了成俭 既然这样 后悔也没有用 至于周明明 虽说孩子是无辜的 但终究不是我亲生的 而且他似乎已经被周念养歪了 对于我这个钱吧 只有一肚子的怨气 我以前不给他买冰淇淋 不是因为没钱舍不得 而是因为我知道他胃不好 不能吃冷饮 可惜他似乎觉得我是个坏爸爸 比不上肯给他买冰淇淋的爸爸 我拒绝了周念的请求后 挂断了电话 并且将他的这个号码 也拉进了黑名单 又过了些日子 何家约我吃饭 尽管我已经拒绝了很多次 但他一直弃而不舍 而且我妈也一直在我耳边 叨叨何家多好的一个小姑娘 没办法 我只得抽出了时间和他一起吃饭 说实话 我也已经三十了 更何况我还离过婚 我不可能不知道何家对我的感情 我能感觉得出他喜欢我 这令我有些头疼 光我离异这点 就配不上他了 他作为何家的独生女 腾在手心里千娇万重地长大 何家怎么可能会允许他找一个离异的人呢 我们吃饭的中途 他去了趟洗手间 在这间隙 周念带着周明明走了过来 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们 一段时日不见 他们都消瘦了不少 周念的面色惨白 脸上还有不少瘀青 周念带着周明明走到我跟前 拉着他直接跪在了我面前 周遭的人都朝这里看了过来 我感觉额头的青筋正秃秃的跳 周念 你到底想怎么样 周念拉过周明明的手 掀起了他的袖子管 周明明纤细的胳膊上 也同样有着不少瘀青 像是被打出来的 宋安 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当初是我错了 成俭他就不是个东西 他天天在外面跟不同的女人过夜 不给我们钱 一不开心就会打我们 我们真的再也受不住了周念祈求地看着我 我沉默了一会儿 冷淡地问道 所以呢 宋安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虽然明明不是你亲生的 但是好歹也叫了你六年爸爸 你忍心吗 我们再婚好不好 给明明一个完整的家好吗 我刚要开口 何家便冲了过来开口道 大姐 你脑子没问题吧 想得还挺美啊 当时出轨的是你 说宋哥不好的也是你 要提离婚的也是你 你自己选的路你就得受着 你到我们宋哥是什么了 周念没想到会有个女人冲出来为我说话 她双眼蓄满了泪水 就这么控诉地看着我 周遭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变得不对劲了起来 仿佛我是一个抛弃了他们娘俩的复兴汉式的 你这么看个锤子狼头 你要真需要帮助 我认识律师 我可以让他帮你打官司 如果你只是想要耗我宋哥羊毛 那你算盘真是打错了 何家站在我面前 一副互独子的模样 让我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最终 周念听取了何家的建议 何家给他们找了最好的律师 给他们打官司 这件事全程我都没有参与 只是最后问了一下结果便不再管了 周念的官司胜出 成减赔了一笔不小的费用 周念准备拿着这笔钱带周明明出国 出国前 周念给我打了最后一通电话 他哑声道 宋安 我们真的没可能了吗 周明明也在电话那头哭道 爸爸 明明错了 明明好想爸爸 好想爸爸妈妈重新在一起 和明明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 我不知道周明明的这话是出自真心 还是周念教的 我叹了口气 冷淡的说道 周明明 我不是你爸爸 周念 我说了很多次了 我们之间没可能了 以后别再联系了 我将话说完 便把电话扒断了 何家在一旁嘖嘖了两声 哟 心疼了 后悔了 那就去追背何家酸溜溜的说道 我顿时就起了逗她的心思 故意说道 问问问 你说的是 我这就去机场 现在应该还来得及 拿起外套 洋装往外走 何家顿时急了 急得吼道 不是宋哥 你这是接盘侠当上瘾了 你去追人家了 我怎么办啊 我故作不知道 啊 什么你怎么办啊 我去追周念 关你什么事 何家急得都快哭了 我这才惊觉 似乎给人斗过了 有些手足无措的 替他擦拭着眼泪 何家稀饿了一下鼻子 委屈巴巴的说道 宋哥 你欺负我 我听到他这话 差点没给他跪下 要是这话传进我马耳朵里 又得是好一顿说教 小祖宗委 我怎么敢欺负你啊 你可别乱说 要死人的 何家顿时被我逗笑了 扬了扬头 骄傲地说道 那可不 阿姨帮我 你再惹我不高兴 我就去跟阿姨告状 看着他像一个小孔雀似的 我忍不住揉了把他的脑袋 嗯 手感挺好 喂 别乱揉我的头发 这可是我今早 特意起来做的发型 何家一手护住了自己的头顶 一手拍开了我的手 好好好 我的错 我不碰了行吧 对了 我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来 当然要来 阿姨的手艺真不错 想想我就流口水 看着他馋妹的模样 我就觉得好笑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是我家做饭阿姨烧的呢 我妈从来不下厨 何家尴尬了一瞬 清了清嗓子说道 那也是阿姨眼光好 找的做饭阿姨手艺都这么厉害 看着他无脑吹我妈的模样 我忍不住又揉了把他的脑袋 行了 走吧 回家吃饭了 我妈已经在催了 来了来了 对了宋哥 以后你的副驾驶 只能由我做知道吗 那看你表现了 你等着 明年七夕 本小姐一定把你拿下 就这么一路吵吵闹闹 那早已麻木了的心脏 似乎又开始跳动了 全闻完